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菲莉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就是我上週去做了齒槽骨的手術 可能很多人會問說為什麼要做這個手術 就是之前我在諮詢的時候醫生就說 我的牙齒就是骨爆嘛 然後我的牙齒偏深這個齒槽骨的地方 有那種骨頭凸起來的樣子 就是那個地方會有白白的 然後導致說我人中這邊會傷我比較突一點 但大致上臉上看起來是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當然是醫生之前就是建議我說可以做一下這個手術 那我當然就是很乖乖的聽醫生說的 如果看我的牙套日記可能可以看到我正在一半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稍微把這邊的骨頭做磨平的動作 因為牙齒還繼續的在移動 所以牙齒再繼續往後的時候上面的骨頭又會再跑出來 所以最近呢我在摘完牙套之後 醫生就在幫我做一次比較大範圍的齒槽骨的這個手術 順便把我這邊牙肉再切得更平整一點 醫生還有量我牙齒的比例 就是看一下怎麼樣比例是比較好看的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我當天手術的過程 我今天要手術的地方 哈囉 我今天來做那個牙齒的手術 等一下是7點開始 然後我等一下會先吃不通的 嗯 有點緊張 然後我弄好牙齒的嘴巴應該有點腫 然後我弄好牙齒的嘴巴應該有點腫 先不開 先不開 然後就是現在這邊都麻麻的 我們剛剛是從大概7點半左右開始弄 然後現在大概是9點 所以大概弄一個半小時 然後明天請了假 怕明天臉太腫 那我們就明天再更新吧 看完手術的過程之後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血腥 然後就不敢去做了 但是有沒有要做這個手術 就還是要看自己的這邊牙齒的骨頭沒有塗出來 然後看醫生的建議 因為有些人可能就比較不適合做這種手術 所以還是要請醫生評估一下 我有從手術完的幾天 做一小段的紀錄 我是在晚上的時候做這個手術的 就是我一下班之後就去了 過程大概是兩小時左右 然後醫生會先上麻藥 牙齦的地方還有牙齦後面的地方 都有打麻藥 大概那時候是打了四管的麻藥 但是因為到了後面 我覺得這一邊稍微有一點感覺 就是他已經把牙肉翻開 然後在割我的骨頭的時候 在抹我的骨頭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痠喔 但那種痠有一點感覺是 我在壓這邊的神經的那種同樣的痠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 雖然有點痠 可是還蠻舒服的 是不是有點變態 反正就是那時候醫生就說 欸你有感覺了是不是 我說對 他說 這樣麻藥退的蠻快的 你最近是不是有喝酒 我說欸對 我最近已經 連一週晚上都有喝酒 每天喝一點點的美酒 新陳代謝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麻藥會退的比較快 所以就是建議大家 手術前的一週 盡量都不要喝酒比較好 手術的過程其實 因為你已經打完麻醉了 所以也沒有說非常痛 就是磨骨頭的時候 你會知道它在磨 然後它就是用那種 滋滋的那種東西在磨 消掉你的骨頭上面 然後做完之後 我其實也沒有太多痛的感覺 只是覺得 臉這邊都很腫 然後我到了第二天 起床之後 一樣它還是腫腫的 我就是持續的冰敷 然後盡量不要吃燙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到疏後 的第二天 第三天的時候 我就 漸漸的消了 然後就是覺得 我的牙齦這邊已經消了比較快 然後 稍微這邊就會覺得 好像 是吃胖了的那種感覺 就這邊有點 肉肉的 然後像我現在呢 應該已經還好了 像我現在就 應該已經蠻正常的吧 我昨天這個地方還是有點腫腫的 所以 看起來應該是已經消了 我現在是疏後第五天 所以 不用到一個禮拜 就可以蠻正常的 我現在還沒有拆線 因為 拆線要等一下還是回診 就是一週之後 然後我這邊裡面 我還是沒有很敢去翻開看 就稍微還是有一點點的瘀青 然後現在刷牙就是 稍微輕輕的刷而已 也不會太不舒服 我覺得我可能想的太痛了 所以 在手術過程中 我反而覺得 還好耶 我來問醫生說 那 如果睡著了怎麼辦 他就說 喔沒關係啊 然後 但是他說 你應該不會睡著啦 後來我是沒有睡著啦 但是 手術過程中 我不知道是我的身體太緊張還是怎樣 我的腳趾就抽筋了 然後 就是我就覺得 他是一邊在磨 然後我也 我也不忍心去打擾他 想說 請他等一下我 腳抽筋了 所以 我就忍著 因為就只是腳趾頭的大拇指抽筋 我想說 我忍著好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好像腳比牙齒痛的感覺 忍到 我抽完了之後 醫生也差不多完成了 然後他說 欸OK完成了 然後開始縫合 縫合的時候 我的麻藥稍微退了一點 所以稍微 比較不舒服一些 所以大家要記得 去手術的時候 盡量不要喝酒 就是前一週都不要喝酒比較好 所以呢 我下週就要去拆線了 拆線之後再跟大家更新 我的牙套的近況囉 那如果你可能也會做這個手術的話 或是你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以上是這次做 石桃骨手術的心得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